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是真的不是假的 如理如法的去求 没有不肯应 决定不能有私心 不能有妄想 不能打着佛的名号 求自己的名文理 那个你所求的是得其反 如果我用佛法 当做皇子 来欺骗众生 求求供养这些 我也发了财了 我也有很可观的财富了 名利有求 但是命利有的 因为你所作所为是非法的 打折扣了 你得了十个亿 你命力决定超过二十多个亿 打对折了 自己还以为了不起 寿命 本来你长寿 寿命短了 叫折寿 本来你一百岁 现在折到八十岁 又折到六十岁 那寿命减少了 冥冥当中啊 一应古报 丝毫不爽啊 不能做坏事啊 决定不能用佛法 来求自己名为利 就大错大错 你不用佛 不这个 好好的学佛 自己什么都不要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 奢致名归 自然得到 这个得到是 心安理得 我不是非法求的 不是用不正当手段 得来的 你享受得很舒服 舒畅 你没有担忧的地方 没有恐怖的地方 这要正确 这是真正的享受